此时此刻我刚刚说韩粉也开始感到焦虑了 尤其现在呢 已经只剩下 剩下一百天了就要投票了 结果现在蓝白两个阵营 说还在堆叠山 要堆叠到民国几年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赶快韩国瑜出来吧 至少扮演统固的角色 韩粉筹组当中的中国国华党 将在10月15号设出一支穿云剑 韩粉当然会出席 也号召大家千军万马来相见 不过听说韩半的说法是 韩国瑜确定不会出席凯道的活动 柯文哲这个星期又回来 10月8号韩国瑜从国外回来 所以这个时间点是10月15号 韩粉要上凯道 我先听听这个 对博弈的看法 你说对侯市长看法吗 侯市长看法只有无奈而已 韩国瑜出来现在要上凯道了 其实因为我是觉得 我有点讶异 我们今天讲说 甚至还有人讲柯涵配什么的 那我是蛮亚裔说 柯粉能够接受韩国瑜 柯粉 我觉得柯粉的包容力蛮大的啦 但是我唯一觉得 柯粉他的要求就是 柯文哲一定要当政的 他才能够接受 柯文哲只要不是当政的 很多人可能无法接受 但问题是对于国民党而言 当副的可能支持者能接受 但是很多国民党的政治人物不能接受啊 你还有各地方的区域立委怎么办 所以我还是讲 我刚刚一开始就讲了 其实现在最大的重点就是 侯友宜市长民调不够高 做什么都是错的 讲白了都是错 那侯友宜市长要怎么样想办法让民调变高 当然除了政策推广之外 我觉得还另外非常重要 就是韩国瑜市长的加持 我觉得非常重要 很简单 侯友宜市长跟柯文哲市长 他们的民调大概都是在 3%左右上下跑来跑去 韩国瑜市长我不敢说 他有多少支持者 我不敢说 但我相信一个百万以上 应该是没有问题 只要能够让韩国瑜市长 真的请尽全力 帮侯友宜市长做出一个加持 甚至是吹票的动作 我相信会直接反映在民调上面 我相信多个2 3% 3 5%不会是问题 所以我觉得像侯友宜市长 真的韩国瑜市长 要回国之后 好好再去拜见一下韩市长吧 因为要选举的人就是最小 你的想法就是必须要靠所有 能够帮助你的人来获得胜选 尤其是你自己目前为止看起来 不够靠你自己 夺得胜选的情况之下 你就必须要向其他人来请议 韩市长绝对会是你的定海神针 我相信 因为韩市长几乎是 国民党深蓝里面最重要的一块 而且不只是深蓝 有些中间选民也非常喜欢韩市长 而侯市长现在最缺的 老实讲很多就是深蓝的支持者 那怎么样把侯市长 最缺的这个给补齐 我觉得是侯团队 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跟必须要做的东西 当韩市长回来之后 我相信在民调上 一定可以给予侯市长一个 支持跟稳定的情绪 不会是现在跟柯文哲 一直在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当国民党内部的民调 能够稳定到一种程度之后 我个人认为 才有所谓用民调决胜负的可能性 我现在可以跟各位报告 就我所了解到的 不会用民调决胜负 因为讲难听的我也不希望骗大家 因为国民党没有把握赢 就这么简单 这就事实 这就是现实 能够赢 为什么不做 我一直跟你 我直接就歼媚你就好了 现在状态就是 的确没有把握赢 但是问题是 我们如果没有赢 是否代表我们真的会选输 那是另当别论的事情 那是另外的 因为民调毕竟不能够代表 最后的结果 尤其知道侯友仪市长 跟柯文哲市长 民调非常接近的情况之下 国民党老实讲 这个东西我们堵不起 真的堵不起 因为毕竟整个政党还有太多的人 太多我们的参选同志 我们堵不起 不是说我们好像 民调好像不是那么的强 好像不是委赢 为什么我们却还要 一直要说服柯文哲市长 是因为我们有太多东西 必须要去顾的 相对来讲 柯文哲包括民党长 可能没有这么多 需要去处理的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 能够利用沟通的方式 来作为蓝白盒解决的方法 只是说现在状况 我觉得还是回到 我一开始讲的 选举是比实力 选举现在看的就是民调 你民调够高就没有问题 等韩国瑜市长回来之后 可能真的是必须 韩市长做出更多的表态了 包括了对于他的支持 包括活动的参与 甚至是如果韩市长 直接能够在 侯友一场团队里面 当一个重要的职位 那是完全不一样 那整个加持出来效果 也是完全不同的 但如果侯友市长 没有办法善用 你周围所有的人事物 包括政党资源等等 光靠你一个人现在 想要走出这个泥造 我认为是非常困难的 而如果机器拖下去 只会让民众党支持者 看不下去 也会让国民党的支持者 看不下去 到最后便宜的 还是绿营的支持者 拖越久 对我们蓝白河 绝对是越大的损伤 所以我认为 你说三个月 你说三十天一个月 我觉得都太长了 我认为韩市长回来 大概两个礼拜之内 一定要有一个 解决的方向跟选项 要提出来 国民党必须要拿出一套 我们认为蓝白河的制度 民众党已经有了 可不可以讲很单纯了 那国民党我知道有难处 但你也必须要提出来方式 让民众来了解 来做互相沟通的一个桥梁 而不是单纯的 就是只是说 我们不要比民调 或者一直抗拒比民调 因为这种想法 只会让很多的中间选民 对我们失望 而造成了 现在侯党民调下跌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尽快的 把我们国民党 所有强力的支持者 包括我们的精神的领袖 包括我们的定海神针 尽速的围涌到 侯友人市长的战舰上面 把自己武装好 我觉得才是胜选最重要的条件 好这个李博裕 直接说了一个大白话 就是比民调国民党赌不起 那包括林维州委员 他也说蓝白河他是悲观 因为如果国民党 必须要当富的 等于换住再一次 不过在这边 因为韩国瑜现在这个 尤其韩粉拼命拱他出来 10月15号 还有一场在海道上的活动 虽然韩半这边是说 韩国瑜当天 没有这样的一个行程 不过关于韩国瑜 接下来他的角色 至关重要的这个部分 好像上次歌有特别要分析的 我想韩国瑜是这样子 大家真的不要小看 那么不要觉得说韩国瑜 对于这次一定力挺国民党 然后仿佛化作春泥更护花 韩国瑜 韩粉全部归队 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从韩粉的角度 或韩国瑜的状况 我们在看这些相位 所有正关键者的相位 你要回到韩国瑜的状况 我认为当然首先韩国瑜非常谨慎 但是这次选举对很多人的异议 如果深层次的异议 对韩国瑜或对韩粉来说 这场选举是韩国瑜 已经沉寂了这四年以来当中 应该会重返政坛 接下来就是重返政坛 最重要的异议 所以我不是说韩国瑜 在计算些什么 我完全不觉得他有 只是说不要忘了韩国瑜 跟我们现在点名到 所有朱寒金什么之类的 这些国民党内的政治人物 我们看到的都不一样 韩国瑜是非常感性的政治人物 他的感性当中很多人喜欢 也有讨厌他的人批评于此 但是这个感性你要理解 我只要强调就是韩国瑜说 他要两岸和平 他要下架民进党 这个不能强烈这个部分 可不是其他政治人物说说而已 他对这个东西 所会付出的那种感性的绝对 以至到他最后在关键时刻 他会做出什么是不知道的 所以在此同时我们看韩粉 韩粉这次齐游卡都用大盗 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些动作 你说是为了国民党吗 没有 他是为了韩国瑜 或为了代表韩国瑜的精神当中 要求蓝白配的呼吁跟要求 他没有等同支持侯友宜 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所以因此在这样的行程之下 也就是说在这一次 接下来接下来 在统合的过程里头 朱立伦或侯友宜 不只说你呼吁来帮我 人家又没欠你 韩国瑜干嘛要帮你 而且你最后就终于同 你要跟柯文哲 你要交换什么 同样的道理 你要跟韩国瑜交换什么 所以我们知道在先前 在7月的时候包括当时 邱赴森就提出一个东西 那么很多人也有回应 或回应是 可是好像没有太多人重视 就提到说 为什么朱立伦不提韩国瑜 作为不分区的第一名 把这个东西带进来 可是问题是我们每一个政坛 或我们在媒体都知道 如果现在把韩国瑜 放到国民党的部分 的不分区第一名 有动力没有错 可是朱立伦甚至侯友宜 也都会在担心 在现在蓝白河 柯侯佩之类的话 一旦韩国瑜被赋予他一个 回到政治或回到这场选举 即使他都立委 即使是不分区 的这个政治能量的情形之下 会不会一发不可收拾 讲白一点 我的话还话就是 我认为都需要韩国瑜 都希望你统估 你要帮忙 可是每一个人都在防止韩国瑜 好 在这个同时的时候 那最后朱立伦 侯友宜 他们会怎么决定 也就是内部这些都怎么决定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讲 拉回来 我始终觉得 这一局的当中更有余裕的 在蓝白河当中 我一直强调柯文哲 我没有挺他 我只在分析说柯文哲有余 柯文哲的最大可能就是 把韩 把郭台铭也拢进来 也有可能把韩国瑜拢进来 我在这里大胆提出一件事情 如果 如果朱立伦 最终不提韩国瑜 做不分区的第一名 如果柯文哲提韩国瑜 不分区第一名呢 各位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以柯文哲的逻辑 你们竟然还是把韩国瑜 你只要贡献我 你的票给我 你只要支持给我 我只要吃干妈净 你化作称你更户猴 其他我的不管你 我也不让你回来 我也担心你 我来取代朱立伦当党主席 大家全部带在政治算计 你觉得以柯文哲 那么灵活的思路 你们国民党 就是还是要压着他 连给他捅沽的机会都没有 我柯文哲他不能来当我副首 柯涵佩可能他很多背叛 可我提名他做不分区第一名 你觉得这不是柯文哲的招数之一吗 所以我意思是讲 柯文哲有太多 现在太多可灵活性 他有可以做的 所以国民党现在不只是在思考 现在在讲说 到底要提出什么方案 所以我真的认为 现在坦白讲 我讲到这么多 有这么样这么 那么前 就是说那么样超前的分析 我要讲的重点就是 真的 现在比民调是最单纯的 然后也不比民调 对于柯文哲来说 他右手可以有机会拢郭台铭 左手 以我刚刚这个部分说法 韩国瑜可以不否定 因为人家提名他可以的 跨政党题不分区 可以的他就一般人 他也没有限制 你要这有什么 开网党籍吗 你敢吗 国民党你敢吗 所以现在其实我一直认为 接下来的蓝白河当中 不只是柯 侯 我认为张两个讲很重要 侯友宜现在不表态那个东西 会使得事情更复杂 更复杂 侯友宜一定要有坚决表态 但即使如此 我始终认为 接下来韩国瑜 韩国瑜 韩国瑜 会是其中 即使他看不到 他没有出来 而且我认为感性的韩国瑜 怎么可能 在今年的年底选举当中会缺席 好 那我们来看到 目前吵得很热的 还有潜进案还在烧 那么在今天早上 我们看到许晓星呢 释出了第三段的 郭喜录音档 里面呢内容当中 包括了郭喜呢 要这位韩籍翻译 小强要先进来才会想办法找钱 好 那小强这翻译折回 类似给三亿看看 这是试用期吗 好 所以薛晓星说 三亿元的政府预算 随随便便就给一组 七个人成立的公司 到底是谁叛国 谁操控国家 还有郭喜不断强调 这是旧文 不管是不是旧文 更重要的是事实 好 薛晓星说 郭喜在录音内容当中提到 要自己开公司 让韩籍翻译担任 林谷董事长 自己在地下当老板 让人不禁想起 进口巴西弹的超司 这两个几乎是一样的模式 好 这是在今天爆出的 第三段的录音档的内容 翻译能够当董事长 试用期给三亿 亮哥 这个军火交易很多都这样 就是真的 最深的那个人 他不会露出名字 可能都是他的亲戚朋友 不过我觉得这个案子 乔欣是很认真 把那个文字档都整理出来了 知道马文君 早就看到 听到这个录音档 他也交给有关单位 那有关单位都不处理 就没动啊 两年了 对啊 所以这个录音档 并不是乔欣第一个拿到 那只是他比较认真 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用网路传播的方式 那因为绿营拼命的 再邀郭喜上电视嘛 对 所以这两个就相得益彰嘛 你就越打越大嘛 我认为基本上民进党 不会想打这个案子 因为打到后面 变成是在挺郭喜 对 你真的要这样玩吗 对不对 我觉得而且黄振辉 也出来讲一些 大家意料之外的话 所以变得有点复杂 对 那有点 就是他们海军内部的一些事 那那个都蛮深的啦 因为黄振辉也是舰长 那他跟郭喜也曾经合作 那后来又分开 所以太复杂了啦 我觉得对于这种太复杂了 到最后不会变成 总统大选的主题啦 这个总统大选主题都是那种 一翻两瞪眼的啦 比如说马文君 你有没有把情报给韩国人 有没有泄密 因为今天就传出一个说 他有用发一个公文吧 然后里面有三千个档案 不过那个是USB啦 那档案搞不好就是email而已 是 那到底内容是什么 这个 可是马文君是光明磊落的 他不是只有给韩国啊 他也给另外两个官方单位 而且他说给了英党 就跟徐晓星这一样 对 所以这个是查得到的 所以我并不认为 有办法把马文君打死啦 尤其是那个 那个黄曙光都出来讲了 说泄密的跟马文君无关 是厂商之间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 大概不容易再吵下去了 不容易啦 因为双方各有弱点各有优点 所以就不容易打下去 那事实上打到这个地方 反而让大家忘了 他事实上没有真的下水了 就成功转移焦点了 转移的焦点嘛 不是吗 对对对 事实上按照进度 他是明年四到五月 才要进行驳岗的作业嘛 那为什么要提前 除了帮蔡英文造势之外 因为蔡英文到时候就要卸任了嘛 所以令人怀疑啦 或者是是不是台船机的轻款 钱的问题 对不对 那这个我也不想追究啦 就蔡英文觉得他有荣耀 那你就去举行这个下水嘛 虽然没有水啦 这个是政治下水典礼啦 说实在 所以还是回到老问题啦 其实博弈那段话啊 跟柯志恩讲的话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觉得是讲出真话啦 就是国民党有很多蓝颜之影啦 你认为蓝颜之影社会听得下去吗 柯文哲回来之后 你国民党就继续一大堆蓝颜之影吧 然后就再去拖个20天吧 然后因为蓝颜之影所以不便回答 就看你民调跌不跌 社会不买你这一仗啦 什么蓝颜之影 那是你自己的事啊 你要当总统要不要自己拍板啊 你要当总统 怕得罪那么多人 那这真是奇怪啦 对不对 这个选总统难免都要得罪人啦 你以为陈水扁那个时候 就没有得罪过人了 对不对 赖清德跟英系是怎么整合的 你如果连这种党内的 奇奇怪怪的迷宫都不能整顿啊 都不能拿出你的魄力来啊 那人家为什么要支持你啊 台湾的迷宫更多耶 对 你未来还要面对缺电 劳保危机 气候变迁 一大堆啊还有五桶耶 一大堆问题啊 你连这个都断不了 未来那四大问题你断得了啊 我为什么突然笑出来 因为我觉得蓝白河部分 亮哥真的很焦虑很焦虑 我都转题好不好 转到这个网友在敲碗说 可不可以不要再听蓝白河 听点别的 我都已经转到这个浅见风暴了 因为浅见你找不下去 对啦 因为那个事实我们找不到嘛 所以亮哥昨天你讲 所以民党现在也是 他们转向了嘛 他怕怕的 对 他们现在转了嘛 转到国民党党军售嘛 他转到2001年那个军售案了嘛 然后郭喜最新的说法 他在扯陈长文啊 他说真正阻挡台湾浅见的人 不是前官会秘书长苏琪 而是国师陈长文 他就是越来越胡说八道 马英九2008年才执政 事实上当时 没有错小布希要丢一包给台湾 里面有八艘柴油浅见 都是库存的 因为美国要转向核动力嘛 所以他就把他库存了 八艘柴油浅见 打一包 然后里面还有那个 我记得还有那个其他的啦 就丢给你啦 那林玉芳就觉得这个价格怎么那么高啊 当时他们去挡是因为价格太高 尤其是浅见 林玉芳去查 说这个价格怎么是2到3倍的市价啦 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们现在一艘是16.5亿美元 所以一艘大概是台币500亿嘛 那八艘就是4000亿 当时他就已经开到了 一价大概就要6亿左右 那林玉芳就说怎么有这么贵的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回到那个点上 而且后来国民党 并没有反对浅见 马英九从2008就一路说要跟美国买浅见 美国不卖 美国从2008到2014都不卖 所以马英九才在2014说 那我们要自己做 所以2015年浅见国照这个案子 是马英九定的啊 结果蔡英文当选嘛 所以蔡英文是接着做啊 是这样的过程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只要还原到当年的历史真相 就民进党也很难吵下去啦 说实在啦 因为他们现在还在秀一个录影带嘛 我都看到了 就废宏泰跟赖清泽在那边对呛嘛 对 对不对 那赖清泽在那边说 你搞垮台湾啊 那赖清泽就算你才搞垮 就是那种录影带嘛 这个在那个阿扁执政时代 屡见不鲜的录影带啦 说实在 那 民进党认为这个对赖清泽有利嘛 对 他就觉得他是 说如果你们不挡 阿扁就买到八艘才有潜见 他们最近打这个 他们就是在打这个 是啊 我知道啊 那 当然就请国民党也去翻老资料嘛 当时那个咨询稿都留下来的 一定找得到 那请国民党立院党团的助理认证一下 去找一下老资料 那当年费宏泰 林玉芳是怎么咨询的 我认为他们一定是有根据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当立委 国民党的立场非常清楚 就是钱坑啦 就贵的离谱啦 就是这样 我们台湾不会那么离奇啦 我跟你讲 因为国防委员会 国民党不可能说不要买武器 那是不可能的啦 所以 他们就是在咨询的过程 大部分都是在讲钱的问题啦 大部分 第二小时欢迎大家去加入我们的大新闻大爆卦 您可以上YT搜寻我们的子评一同加入 也请帮我们爱用订阅键 看到今天缩图先点个赞再打开聊天室一起来聊聊 那也感谢我们刚刚其实有很多网友在里头互动 那很多人在点名说今天看到这个 我们第二小时的一位来宾看会不会有他们党内的这个内参民调 那我想没有的话也赶快去查一查 起码变出一个 我给你一点时间啦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 YouTube的子评正在办投票当中 所以欢迎观众朋友等一下呢 踊跃的帮我们在打开聊天室之前先参与投票 今天的题目叫做越接近大选 谁配谁又成了热门的讨论话题 依照目前的选情发展你最支持哪个组合 那里面有包含了侯柯配 侯X配 这个柯来当行政院长 或是侯韩配 柯韩配啦 那有柯就好 跟谁配不重要 我们有四个选项 那当然其实我们也跟大家稍微讲一讲 虽然这可能会导致他社会性死亡 我们在专门做投票的这一位小编同仁呢 他非常喜欢过生日 他今天是他的生日 所以欢迎大家在投完票中 那之后可以跟我们的小编说声生日快乐 让他感受到大家一起祝福的感觉 所以呢 四个投票 欢迎大家帮我们踊跃投下你的心知所向 那当然等一下呢 我们这个千惠姐的千惠哥哥 他也会要来采访吴子佳董事长 一定有另外一个更最新的民调给抛出来了 那当然我们先见到这个第二小时优质的节目来宾 我们的许甫福哥 好 少少好 大家好 严正胜严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因为在路上遇到一些路况 不是他本人出车祸 可是路上车祸 所以导致他塞车的旱停停下 也会雷克来加入我们 那当然这个在第一小时 我想我们还是得拉回来讲 因为虽然刚刚最后是停在我们的国造 国造的这个潜舰 可是因为许甫都来了 也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在点名 那我们也先念一下一些观众朋友我们的斗内 来这个佐证 真的大家在问这个事情 先感谢我们何仙仙的斗内 要跟我们说声加油 还有斗内说 辅哥武安 大胆的预测辅哥 今天会有内参民调 也感谢这个何仙仙的斗内 给小编说生日快乐 还有张梅华的斗内说 他就是中共同路人 不支持这个蓝或什么和 半年来给这个侯市长很多的建议 有黑猴的对哪一个都没有 谁没有建议 现在又说要和谁当第三方的公正人员 保证输的要认账 感谢您的斗内发表 您的意见分享 斗哥今天这个黄光琴姐 有透露一份国民党的内参民调 那我先问问就是柯文哲说法的改变 跟民调之间的波动有没有关系 因为他现在说法又修整了 输的一方也不是说要退选 那应该是说副总统可以自己选 好 我们先讲说柯文哲 应该是在以美国的时间 大概已经到一天多之前 那个说法 那的确那一天很多媒体 就赶快打来问说 说法是不是有改变了 对啊 我的确也看到 包括中天还有中时 有一些讯息都有出来 就是说是不是说法改变 我只能说跟大家很不好意思的说 柯文哲有时候讲话语意 真的讲不清楚 我特别还打去美国 那等一下是哪一个不清楚 就是当初那个说输的裸退退选 那个不清楚 这个我还原一下在美国 当时是那个美国当时 应该是有媒体的特派记者 问说那输的如果就退选的话 那是不是所谓的赢者全拿的概念 他就说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 输的那个副总统也可以自己选 那所谓叫做副总统自己选 不是要说法改变 不是说输的那一方 我可以自己选择 我要不要当副总统这件事情 而是说如果输的这一方 因为我们现在是强调合作 我们不要讲说是蓝赢或是白赢好了 我们就说合作的精神之下 输的这一方不是说完全裸退 你就不问世事了 你可以推荐你们党里面 有这个适合的副总统的人选 你推荐 当然还是由总统候选人去决定 可是基于合作的精神来讲的话 那当然这个输的这一方推荐 因为我们是合作嘛 那你推荐副总统的人选 我们会非常非常的尊重 而且也会强力的去参考 其实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不是说输的就退选就没了 他是说输的 你副总统还可以自己选一下 推荐给我 他的其实整个脉络的说法是这样 那在接下来 刚刚莎莎一直提到内参内参这件事情 那这的确比较好玩的是说 民众党这一个礼拜的确做了内参民调 而且老实说做的不止一份 那我们先不讲我们自己的内参民调 因为每次讲出来好像大家都说 你们都是这个内参民调 就是宣传民调 其实里面的数据都清清楚楚 他不是只有什么只有数字而已 像刚刚上一个小时的亮哥 我们跟亮哥还不错 有时候我都会给亮哥参考 因为他都说 你们那个内参民调出来了 我看一下好了 我就会给他看 就完完整整一整份的内参民调 这个不会是做假的 他那个相关的数字都有 但是大家现在关键比较好奇的是 所谓的国民党的内参民调 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 虽然我今天有看到 有一些不管是光琴姐拿出来 讲之后国民党也有所回应 不瞒各位说 这份民调大概这两天 已经流传了 那先问 跟民众党的内参所做出来的 的差距吗还是说 相距不远吗 好 趋势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跟赖清德的幅度 我讲趋势 我就给大家科普一下 如果大家都没看过 所有的内参民调 赖清德第一名 柯文哲第二名 侯友宜第三名 郭泰民第四名 这是我们的内参民调 以及国民党内参民调 都是这样子的脉络 然后差距有差 差距有差 但是我们跟赖清德的差距 大概 我用比较小论语 2到6个百分点 所有的内参民调里面 2到6个百分点 而侯友宜 在输给柯文哲的差距 大概我印象都是 5到10个百分点 就是最近是 侯友宜输给柯文哲 到10个百分点 5到10个百分点 到10 5到10 但是要加入 看有没有过台名的变数 是 好 然后我们就讲到 国民党内参民调 我昨天还特别的去看了一下 因为这是一个朋友传给我的 那时候他还不是很肯定 他就说 据传是国民党的内参民调 那后来看到光晴姐直接说 这就是国民党内参民调 甚至 我不知道是不是邱毅 或是蔡振元 先前也有所谓拿出来 这样内参民调 我们仔细去看 里面 他其实做得非常细 比我们做得还细 老实说 他把所有的可能的组合 全部 全部撤了一遍 也就是说 柯文哲跟侯友宜 不管是谁政谁负的配 有没有郭台铭 你看 加上这样就有好几个排列组合了 然后 以及说 是不是侯友宜 一个人出来选 柯文哲一个人出来选 郭台铭一个人出来选 以及是说 到底是不是 到最后是侯友宜自己选 然后 郭台铭跟柯文哲配 正负配 其实加起来琳琅买目 我看到十几个选项 帮大家直接讲结论 无科必输 然后 有科会赢 其实那个结论就是这个样子 我看到 我看到所谓国民党内裁民调 结论就是这个样子 有科会赢是指科 无论在正的 在负的都成立吗 无论在正的 无论在负的都成立 但是只有在科当正的时候 他的差距才会明显的赢过赖清德 而且赢得非常多 但是如果柯文哲对 加侯友宜 然后还有郭台铭的因素在的话 大概我看到两个百分点 就赢两个百分点 甚至有些的组合会输 但是再输一个百分点左右 因为那十几个组合 所以我整理出来 无科必输 有科会赢 是状况 那现在国民党出来说 这是一个假的民调 我不知道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国民党自己 自家的民调 但是我认为这个民调 看起来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大约还是一样 我讲到 包括怎么样的采样 怎么样的数字 清清楚楚 而且它那个格式是某一家民调公司的格式 我看过 就是因为我们在可能做幕僚的 我们看过很多份的 很多家的民调 他们的格式 每一家每一家的做法会不太一样 我们知道 看起来那个格式 知道是哪一家 那回过头来 就是说你刚才问到说 我们是不是有内裁民调 我们也有内裁民调 我只能说 我们现在离所谓的赖清德 这个是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我想现在看到 一定有底下很多留言的粉丝说 屁啦 或是说 或是这个是宣传 或什么 没有关系 我们有信心 我们有努力 你现在讲的是 三卡都 三卡都的状况 大家各选各的 那我 这礼拜我看到包括了新头壳 包括上礼拜的 禁电室 包括了这礼拜出现的汇流 其实也是差不多类似的状况 都在 两个百分点到四个百分点之间 那当然我觉得民调起起伏伏 的确是 他很容易受到很多单一时事的影响 所以 我也蛮反对说 只看单一 比如说这个礼拜的 一两天两三天特定时事 我们要看一个趋势 回过头来 我看到 国民党的所谓的内裁民调 他在9月份连做了13次 所以他可能做了一个趋势 简单来说 一对一的状况之下 柯文哲 从13次都赢过赖清德 而这13次 侯友宜如果单一出来的话 都输给赖清德 这是我看到所谓的内裁民调 那回过头来就是 刚刚你讲到的说 到底是不是 什么赢者全拿 我刚才已经讲了说 副总统人选其实是可以推荐 那另外呢 虽然说蓝白盒是 国民党一直提出来 但是一直看起来 你没有提的 所谓到底要怎么合一个方案 所以我们抛出来一个 比民调输的退选 那另外呢 现在在讲出来的就是说 副总统其实你们可以推荐 那我们来讲说 在野其实他是可以合作的 他是需要一个机制的 我们没有看到国民党 现在提出什么样完整机制 只有听到有人在说 不然分你们几个位置历练 不然分你们几个阁员 我们在近期 我们会推出一个 未来国家方针 未来国家制度 一个 我们会有一个完整的说明 他是要诉诸到民意上面的 所以他不是分赃分配 而是民意最大 这个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那有没有稍微打听一下 柯文哲对于 如果他都不当政的 不当负责当行政院长 可以接受这个选项吗 我想这个就会沦落到 所谓的权力分配 就是说一开始我就已经说分配 好 你就不要当政的 不要负责 我给你行政院长好了 现在的民意基础上面 是柯文哲的民意最高 所以他当然 大家为什么 那民意的采样是什么 如果柯文哲当总统 是最多 在野里面最多民意支持 为什么会叫他去当行政院长 其实我搞不懂 这个逻辑在那里 国民党必须要有一个说服 不能只能说 因为你们没办法输 因为你们没办法当富的 所以你去当行政院长好了 我觉得不是说服柯文哲 这没有办法说服人民的 对 好 那我们先感谢 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董内 感谢张梅华董内 他跟我们说声午安 然后说星期五的九点 高级酸 他不是美编 他是我们的小编 他是男生 生日快乐 非常感谢您的董内 感谢这个张梅华董内说 那他认为许府讲了这么强的话 不要合千万不要合 很想要看看柯可以拿几票拜托 那也感谢我们的网友 这个何仙仙的董内说 他也是一样 他很想要来看看 到时候柯文哲拿了几票 然后尤其是台北市 拜托柯一定要选到底 感谢我们查理斯成的董内说 不再犹疑了 唯一支持柯文哲 担任总统候选人 完成政党轮替 中华民国没有时间再蹉跎了 感谢QQ的董内说他们累了 真的不想要再管配不配 只想要在乎平常保护人民的消防 所以呢这个10月9号消防员 夜宿凯道 10月10号凯道挺消防 帮我们预告这个活动 你感谢陈诗宏的斗内说 柯屁如果你谈判的筹码 只剩下老二民调的话 那还要怎么谈呢 连何的定义本质都不清楚吗 谈判的至少完全看不到 感谢宋仲基的斗内说 这柯就是想要当头啊 每天变来变去拼命放话 没有真正解决事情的能力 中天真的是越来越偏柯了 那没关系我们就让大家就是 大家都可以有不同意见啦 但是其实我们也不能每天都 只请同一个面向的这个来宾来 所以我们都听听 那大家交换一下意见 我看到天使的这个对话 也很汹涌啊 我们就是想看到这样子 一个激荡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我相信在两边的支持者 两边的阵营也都会稍微监看一下 如果真的连民众都可以提出 比他们想了更好的方案的话 何不采纳呢 那我们先欢迎我们的汉庭也来了 主持人好大家好 汉庭刚好跟上这个民调的最后一题 我想问一下你 就是今天这个媒体电子报 等一下物质佳董事长 也会在我们千惠哥哥的主 这个节目里面呢 特别去揭露了最新的民调 那里面当然我们又看到何伟 怎么掉到第三 物质佳董事长他的评论是认为 因为柯最近掌握了蓝白河的话语 雪花提了一些方案 所以自然他就趁着这一波市 而跑到了第二名 针对这样的一个预估 跟这样的切入点 汉庭你怎么看呢 所以因为在这个状态之下 因为今天柯文哲也说了 那不然的话 他已经改变了前面所说 输的要退的一个态度 那现在最新的进展是说 输的那一组来推荐副总统 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 柯文哲等于是连出两招 那如果这两招 国民党都没有正面的 因应跟回击的话 那自然而然对于想整合的人来说 就会觉得那责任 似乎就在国民党的这一边 因为过去就是你看当然除了 基本的柯粉的支持者 或基本的猴粉的支持者 死忠的除外 如果多数的人只是纯粹 不论投给谁 他都希望下架民进党 对于这些的选民而言 那么现在柯文哲所说的 正好是符合这些人所想要的 那也有可能在近期之间 最新的民调 他们会比较倾向支持柯 或者可能内心就会觉得 那国民党应该要提出 另外一套版本的方案 那如果至今国民党 没有提出其他的方案的话 那么柯文哲很可能说 你看我已经很尽责了 我提了两个版本 第一个呢输的退 第二个呢输的当负 那这应该也比较符合 纯粹希望下架民进党 就不是单纯柯粉或猴粉 人的一些希望 所以到这个阶段 那如果国民党 没有适度的回应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理由 那么可能责任 就会落在国民党这一方 那也因此呢 就如果都没有继续回应的话 那柯文哲真的也就可以说 你看我都已经提出方案了 那是不是最后 那责任都在国民党这边 那当然对柯文哲来说 还是一样会继续选到底 那他搞不好怎么样 就可能呢也随着现在 这个另外一组人马 这个联署的状况 也不是很顺利 搞不好如果你不来跟他合 他反而跟另外一个人合 搞不好柯国之间 其他的整合形式 也有可能形成 都说不定 所以竟然呢 先前主要都是 偏向国民党的支持者 或者是评论人员 包含了赵大哥啊等等的 都不断地在鼓吹 藍白要有某种程度上的合作 那既然已经把这个话题抛出来了 那不如就像我先前所说的 尽快建立一个真正的 有授权的沟通小组 免得呢大家也都只是在媒体上 喊来喊去 因为到时候也不知道 到底是谁说了算啊 柯文哲确定可以代表柯文哲本人嘛 可以代表民众党 那谁能够代表国民党本人 或者谁可以代表国民党 最终拍板的那个人的想法呢 那那个人说了 真的就能够决定吗 我认为这才是国民党内部 真正所需要解决的 假设说真的要比 对吧 那他也得有一个说得算话的人 不论是朱立伦啊 还是侯友宜啊 还是谁是谁 他要能够亲自的来拍板 比如说 好我们就定在某年某月某日的时候 开始民调 那找哪几家民调公司 那这些民调 那道理 时间要不要对外公告 或整个方案要不要对外公告 因为假设公告 很可能会让绿营来乱啊 或有可能有其他的各种问题啊 这一些都无所谓 可以私下 或者是之后再做进行 但更关键的是 还是要先有一个 能够确定对话的当事人 如此以来才有办法 保证顺利的沟通进行 感谢我们一些观众朋友的抖内 那先请大家先深吸一口气 这没事的 这正向的讨论都是很欢迎的 感谢我们的茶喵汉堡的游戏 时光屋抖内 他说他觉得是无猴必输 有猴必赢呢 也感谢Andy的抖内 他说辅歌 参政员委员还有亮哥 说国民党继续拖磕锅 可以直接合 那民众党要不要 以后内参民调 也去做磕锅配呢 黄光琴公布的民调 跟邱毅在直播讲的数字 完全一样 国民党要叫磕退 先把这文山宜兰 中和平镇龙坛都退选里 让给民众党展现一点 蓝白盒的诚意吧 感谢树前的抖内 他跟我们说声武安 说看到我们精神很好很开心 非常感谢 也感谢茶喵的这个抖内 他说他觉得是无猴必输 有猴会赢吧 感谢定流的抖内 他说我只接受克批为政 只有克阿北拿到了绿营 以及中间选民的选票 赢得这一次的总统选战 国民党泱泱大党 起大局为重 别再玩心机 算计台湾唯一选择福哥加油 感谢刘正义的抖内 他要抖给福哥说恭喜 欢迎福哥回娘家 他也跟这个洪汉廷说声 侯立伟加油 感谢红尘的抖内 说郭正亮6月15号的节目当中 点名洪汉廷徐晓星担任 工房的重炮手 洪汉廷你要扛起重责大任 展现你的实力加油 感谢观众朋友给我们的这个来宾 不管是这个不同的声音 或者是鼓励都很欢迎 但我们要拉回来讲了 刚刚在上个小时最后呢 其实也还在讲 我们的潜见国造的问题 那里面有很多水很深的部分 当然我们看到一旁吃瓜的民众 是一边吃瓜一边翻车啊 就所谓的什么马文君案的小兔主任 可是人家已经拿出证据来 我们也不确定为什么黄真辉 在昨天突然翻了个口够 但是里面还有一些值得一追的点 就是我们的国防的预算 或是我们的国防潜见 到底是谁在挡 等一下广告回来 我就要问一下严正生严教授了 就是不管是我们昨天敬平哥讲的 三大军购案在野党审查了 都是他们在审查 帮忙把关 帮忙在推动的 又或者是ETtoday出了一篇 叫做美国虽然同意 但是呢 美国已经不生产传统的动力潜见 美国的海军似乎在内部 也对此也有意见 广告回来之后 请我们对严教授帮我们来解析 千万别走开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酥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感谢你的 我感谢你的 自然有所多的 越多的 你 我感谢